历代至上第二章 以色列的儿子是刘本、西缅、立位、犹大、 以萨加、西布伦、旦、约瑟、汴雅敏、 拿弗塔利、迦德和亚瑟。 犹大的儿子是尔、俄南和士拉。 这三人是迦南人舒雅的女儿所生的。 犹大的长子尔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耶和华就使他死去。 犹大的媳妇汤玛给犹大生了法勒斯和谢拉。 犹大共有五个儿子。 法勒斯的儿子是西斯伦和哈姆勒。 谢拉的儿子是辛利、乙探、西曼、贾戈和大拉共五人。 加米的儿子是雅干。 这雅干偷取了当毁灭之物,连累了以色列人。 乙探的儿子是亚萨利亚。 西斯伦所生的儿子是耶拉密、兰和基禄拜。 兰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拿顺。 拿顺是犹大人的领袖。 拿顺生萨门。 萨门生波阿斯。 波阿斯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西。 耶西生长子以利亚。 四子雅比拿达。 三子士米亚。 四子拿坦叶。 五子戴拉。 六子阿仙。 七子大卫。 他们的姐妹是席鲁亚和雅比该。 席鲁亚的儿子是雅比筛、约亚和雅萨黑共三人。 雅比该生亚马萨。 亚马萨的父亲是以什玛利人一铁。 西斯伦的儿子迦勒与妻子阿苏巴生了儿子。 也和耶略生了儿子。 他的儿子是耶舍、硕霸和亚敦。 阿苏巴死了。 迦勒又娶法他。 以法他给他生了护尔。 护尔生乌利。 乌利生比萨列。 后来西斯伦在六十岁的时候 娶了激烈的父亲马吉的女儿与他同房。 他就给他生了西哥。 西哥生雅尔。 雅尔在激烈地有二十三座城。 激烈人和亚兰人却从他们那里夺取了雅尔的村镇, 以及激纳和激纳的村庄, 共六十座城。 以上这些人都是激烈的父亲马吉的子孙。 西斯伦在迦勒以法他死后, 他的妻子雅比亚给他生了雅师户。 雅师户是提戈雅的父亲。 西斯伦的长子耶拉密的儿子是兰、 布拿、阿莲、阿仙和亚西亚。 耶拉密另有一个妻子, 名叫亚他拉,是阿南的母亲。 耶拉密的长子兰的儿子是马斯、 雅敏和乙杰。 阿南的儿子是沙迈和亚大。 沙迈的儿子是拿达和亚比树。 亚比树的妻子名叫亚比孩。 亚比孩给他生了亚伴和摩利。 拿达的儿子是西列和亚变。 西列致死没有儿子。 亚变的儿子是乙士。 乙士的儿子是士山。 士山的儿子是亚来。 沙迈的兄弟亚大的儿子是乙铁和约拿丹。 乙铁致死没有儿子。 约拿丹的儿子是比勒和萨萨。 以上这些人都是耶拉密的子孙。 士山没有儿子,只有女儿。 士山有一仆人是埃及人, 名叫耶哈。 士山把女儿嫁给仆人耶哈做妻子。 她给耶哈生了亚太。 亚太生拿丹。 拿丹生萨巴。 萨巴生以弗拉。 以弗拉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护。 耶护生亚萨利亚。 亚萨利亚生西利斯。 西利斯生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生西斯迈。 西斯迈生沙龙。 沙龙生耶加米亚。 耶加米亚生以利沙玛。 耶拉密的兄弟迦勒的子孙如夏。 他的长子是米莎, 是西福的父亲。 他的儿子是玛丽莎, 是西伯伦的父亲。 西伯伦的儿子是可拉、 他普亚、利肯和士玛。 士玛生拉罕, 是约干的父亲。 利肯生沙玛。 沙玛的儿子是马云。 马云是伯素的父亲。 迦勒的妾以法生哈兰、摩萨和迦蟹。 哈兰生迦蟹。 亚代的儿子是利剑、约坦、鸡山、皮利。 以法和沙亚福。 迦勒的妾,马家生士别和特哈拿。 又生麦玛拿的父亲沙亚福。 摩比拿的父亲和基比亚的父亲。 迦勒的女儿是亚萨。 以上这些人是迦勒的子孙。 以法他的长子, 护尔的儿子是基列爷林的父亲朔巴。 伯利恒的父亲萨玛。 伯迦德的父亲哈勒。 基列爷林的父亲朔巴的子孙是哈罗尔, 以及半数米努哈人。 基列爷林的众家族是乙铁人、 布特人、 舒玛人、 密莱人。 从这些家族中, 又生出索拉人和乙石陶人。 萨玛的子孙是伯利恒人、 尼陀法人、 雅他律伯约亚人、 半数玛拿哈人、 索利人。 住在雅比斯的经学家的众家族 有特拉人、 士米亚人和苏甲人。 他们都是基尼人, 是利甲家的祖先哈末的后代。